蔡英文政府上台之后表示要国机国造 这一次军方代表说他们要做一个 跟日本日向级潜舰一样的直升机航母 请问做这个直升机航母 你觉得我们的条件办得到吗 顿目舰队大船入港 国军自制的磐石补给舰首度在基隆港亮相 透过开放登船 除了一窥磐石舰内部奥秘 更抢先公开了海军的秘密新武器 国际国造的部分包含了 台制直升机航母概念图意外首次亮相 外形如同韩国独岛号和日本的出云号直升机登陆舰 海军资料显示 这艘新船舰的排水量为两万两千顿 比国内最大吨位的磐石舰和机动机驱逐舰多了一倍 航速三十节 舰长两百二十公尺 舰上配备七六快炮 防空飞弹 项列雷达和声纳甲板还可停放六架大型直升机 海军提出愿景但专家之一 就算造得出来恐怕也大财小用 中国文攻武嚇夹急下 我国整军戒备受到重重考验 和同样想围堵中国的美日 能否提升合作关系事关重大 昨天我们谈国际国造 那么您应该有发现到说 我们说要跟日本跟其他国家 一起来合作这个潜舰 结果人们都没跟人配合没法做 这次又看出最新的消息 说我们台北要来做这个直升机航母 请问昨天这样一直不断踢铁板 今天说要做直升机航母 会不会再一次踢到大铁板 这次倒不会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毕竟造潜舰跟造水面舰 是两个不同宇宙的事情 有希望了这一次 对 但是重点是 你要造这个东西要干什么 就停直升机 其实今天以台湾的对外防卫的态势来看的话 其实你说直升机航空舰 如果说要造 我觉得以技术跟财力来说的话 对于我们海军来说 应该都不是大的问题 也就是说今天你说 你今天看你要造这个 像法国他们那时候造西北风级的直升机航舰 然后这个西北风直升机航舰 它其实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它是做什么 它是做两栖舰艇之用 其实这边要先解释一下 直升机航舰在现在一般国家海军的定位是什么 其实主要它都是作为一个两栖作战的一个攻击舰 像我们今天以美国海军来做标的来讲好了 美国海军它其实目前来说 大概是有两种可以搭载直升机的航空母舰 一个是湖峰级的 湖峰级的两栖攻击舰 其实应该是比较贴近 我们海军想要的直升机航舰的一个概念 就是它本身是具备一个全通的飞行甲板 然后这个全通飞行甲板底下 它有一个机库 机库甲板可以把飞机放到里面去进行修理 然后它另外还有好几层的车辆甲板 另外它最重要是它船的尾部 它有一个船屋甲板 这个船屋甲板在它把船屋甲板的门打开的时候 它是会沉到水里面去 它可以泛水 然后让这个里面的气垫登陆艇 或者是机械登陆艇 或是两栖登陆的战车 直接就从这个船屋里面开出去 那这样的话 我们看到以美军的两栖攻击舰来讲 它又有那个直升机可以在那个部队 听到飞上去 然后另外它甚至于还有AV-8B 现在是未来是F-35B的这个 短距离起飞的这个垂直战斗的这个战机 可以提供空优 那另外它也有像H-1W这样的一个战斗直升机 可以在扫上海滩上的这个敌人 所以美军的这样一个两栖攻击舰 其实是目前世界上最理想的直升机航舰的一个蓝本 但是不是每个国家都玩得起 那当然你说今天我们要坐那么大的一个船的话 对不对 那我们的话直升机有没有 其实以目前我们的这个国军来说 我们有那个H-1W H-1W它本身就是那个美国陆战队在使用的直升机 所以到海上执行任务绝对没有问题 那黑鹰直升机的话 也可以用来装到这个船上 那我刚刚像我刚刚讲到 美军的这个两栖攻击舰的话 它每一次出海作战 它大概会带这个四架左右的H-1W 跟那个UH-1N的直升机 还有另外12架的余音机 然后另外带6架的AV-8的 或是F-35的战斗机呢 另外以及带4架CH-53重型的运输直升机 那当然未来我们海军 如果要做这样的一个那个直升机航舰的话 不可能像美军装那么多了 因为我们刚刚讲到一艘湖峰级大概差不多四万多吨 四万五千吨左右的船 会比未来我们台湾中华民国海军 计划建造的这个直升机航舰 至少大了大概两倍以上 所以呢我们海军 它所想要的这样一个直升机航舰 那未来的它的那个外形 比较会像这个西北风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也就是说 它也有一个全通的那个飞行甲板 然后上面可以那个操作大概四架 到六架这个直升机 另外它其实海军 也希望能够有这样一个船物甲板 所以就是说它跟日本的日向型 日向级的这个那个直升机航空母舰来说 会有一点小小的不同 因为日本的这个直升机航空母舰 那个不管是日向或新的这个直升机航空母舰 它主要是作为日本的每一个 它日本有四大护卫群 它每一个护卫群 它有一艘那个旗舰 然后这个旗舰呢 就是一艘直升机航空母舰 因为日本的一个护卫群的概念是八架 那个反潜直升机 搭配八艘那个水面作战舰艇 然后那这个八架的反潜直升机呢 要有至少一半以上可以进驻到这个直升机航舰上 那现在的这个不管是日向级或后面的出运期 基本上都做得到没有问题 因为它那个船做得非常大 那但日本的这个直升机航舰 它的这个用途其实就非常的单一 就是我们刚刚讲到 它最主要就是提供 它的这个那个一个护卫群中的直升机 可以在那个船上进行包括维修啦 还有包括那个加油挂弹啦 还有包括这个作战啊等等 所以日本的直升机航空母舰 它又能够返潜 然后又能够作为这个直升机发进的这个平台 那当然如果以我们海军来说的话 如果我们今天我们准备了这样一个 那个直升机航空母舰 最主要能够用到它的这个场域呢 其实就是在南中国海 因为如果说今天我们在南中国海上有太平岛 这太平岛如果有一天 不管是越南也好或菲律宾也好 这两个国家对我们的太平岛 其实都已经打卓业打很久了 突然他们发动一个这个作战 把我们的太平岛给又抢去的话 那我们要如何去把这个太平岛夺回来呢 在这个时候其实就是我们的直升机航空 我们今天可以派上用场的地方 而且我们现在海军所破坏的远景里面 这样的类似像西北风起的船 就是又有能够搭载陆战队的船屋 还有那个包括登陆周艇的这个船屋 那个船上的船屋 然后另外有个全通飞行甲板 那这个全通飞行甲板 又要能够搭载这个战斗直升机 要能够搭载运输直升机 它会变成一个比较类似像一个 两栖攻击发进的一个平台 但是其实海军另外又还有这个想定 就是说他船上还要能够装七六炮 另外还要能够装雷达 还要装防空飞弹等等 以两万多吨的这个舰体来说 要能够塞这么多东西进去 以目前来国内的这个造船能力来讲 我个人认为并不困难 因为我们看到我们已经造了磐石舰 以前也有造五一舰 也就是说你只要有图 基本上来讲要造这样的船并不难 但是问题就是说 你今天你造这么船 造这样大的一个船 你要把这么多的功能 都赋予在这艘船上面的话 我会觉得可能会有那种 就是样样通样样松的感觉 也就是说你可能就变成说 的确它能够搭载直升机 然后也能够进行两栖部队登陆作战 但是你这个战斗系统 在船上还占了很大的空间 所以就变成说你的直升机 跟你的这个作战部队 或甚至你的两栖登陆的舟艇部队 可能数量都不会能够达到 最理想的状态下 所以就说你今天要能够 搭配这艘船的话 还是要靠周边的 其他的这个水面舰 来为它做一个战斗群的一个护卫 这样的话你才能够把这个船的 那个效益发挥到最大